好 那我们再来看肾 哇 肾是大问题 因为肾萎缩或肾指数高 那造成洗肾的人很多 这个时代太多了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太好赚钱了 因为你一被洗之后 你这一生永远都要洗 然后越洗越严重 没有越洗身体越好 我从未看过 为什么 洗肾的过程中 就等于再冰敷一次 每次冰敷 你还有多少体力可以冰敷 在台湾 洗肾的密集度 是全世界第一名 洗肾第一名 台湾很 那归咎的原因就是 台湾有健保 吃药太方便了 有些人是这么说 那越吃越寒 当然也会造成经伤 还有一些组织的变化 这个我们承认 但问题真的 这些人都要洗肾吗 你们会不会觉得怀疑 肾萎缩 真的 为什么你要洗肾 你可能水肿 去检查肾萎缩了 或是有各种不同的症状出现 那洗衣检查出来 刚好你比原来小一点 他就说 就是这个造成 那你们会不会相信 会不会 不相信才怪啊 要不然怎么会第一名呢 台湾怎么会第一名呢 这里我看也很多 因为拿渡就跟我讲 这里洗肾的蛮多 那费用也蛮高 他尽量再减少那个支出 各国都是一样 好 那肾萎缩会不会造成水肿 最容易 他说你尿排不出来 或水肿 第一个就会怀疑到肾 对不对 那如果造出来又是肾萎缩 那就完了 你很可能就要怎么样 洗肾 那我就问你们 肾萎缩会不会造成水肿 认为不会的举手 我看一下 哇 你们越来越清楚 所以像你们这种人 不容易洗肾 他们会倒 如果像你们这样解醒 我跟各位讲 肾萎缩会不会造成水肿 不会的 单一组织不会造成症状出来 你放心 一个症状的背后 一定要有各种阴炎 我告诉各位 如果要造成水肿 一定是体寒筋伤 筋是各种组织运作失调下 才会产生的哦 也就是你没办法把水排除出去 不要说肾 你心脏不好 跳得慢 会不会水肿 也会啊 所以它是各种组织 因为你跳慢 整个新陈代谢变慢 水就积了 所以各种组织 就会受影响 所以它一定是各种组织 协调不好 才产生的症状 那怎么能归到单一的呢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这样一说 你们会洗肾的 还是会去 你们不会因为这样听了 误了就误 很多人是真的 听了 懂了 他就真的不干 也有这样的人 我基金会有一个就是文章 写得还蛮不错 我今年就采用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 本来是从洗肾到不洗肾的老人家 的整个过程 好 肾脏功能衰竭 肺积水 心脏功能不佳案例 案例简介 周刘某某女士 原始点 2月1日拔掉鼻胃管 2月6日半礼出院 2月21日暂停一周不洗肾 上属正常肺部积水消失 4月4月初暂停一个月 6月初拔除洗肾之插管 迄今每天按推全身原始点三次喝深汤睡水暖电状况稳定 案例说明 2011年12月下旬 老人身体衰弱 四肢浮肿 2012年元月初 医院诊断为心脏功能不佳 肺积水及肾功能衰竭 随即住进家户病房 并每周三次洗肾 血液透析 但治疗情况不是很好 元月中旬 医师告知患者病情难乐观 很不稳定 家属应随时安排后事 约元月15日起 每天按推全身原始点三次喝深汤 一星期后逐渐稳定 再使用水暖电 每天24小时温敷 二月一日拔掉鼻胃管 二月六日半里出院 但还维持每周到医院洗肾 二月中旬起 每日排尿量逐渐增加 同时每次洗肾透析出的水 亦逐渐渐渐减少 二月二十一日洗肾后 医师告知 四月二十一日洗肾完 肺部积水已消失 主治医师决定暂停洗肾一个月 并开酱钾离子药每天早晚各一包 一个月后再抽血检查 除钾离子过高 7.3外其余正常 2012年4月初 主治医师说 钾离子过高会引起心律不整 应该再安排洗肾降低钾离子 但我向主治医师说 我母亲三年来 现在心脏情况最稳定 我们家人评估洗肾插管的风险 及老人现在的生活品质 多次跟医师协调 如不洗肾造成心律不整 我们自行负责 于六月初 拔除洗肾插管 在座原始点期间 主治医师说 深汤或姜汤都含钾过高 故不能喝 但张医师演讲中提出 所有医器检测的都是影子 所有西药都属寒性 故医院开的 将钾离子药都放着不吃 因为虽钾离子异常高 但心脏确实 比以前好很多了 而且母亲眼神有力 睡不理西医的论点 现在老人每天以原始点按推三次 喝深汤睡水暖店 虽然年纪大体力记忆力衰退 但每日生活及身体尚稳定 这个例子好不好治疗 不好治疗 年纪已经大 他是1922年 现在几岁了 所以他得病好像应该就是89岁 那时候整个机能也都衰退了 各种包括肾脏也开始衰竭了 那你看他从洗肾到不洗肾 是吧 可能做到 所以你看 如果以西医讲的 钾离子过高 会引起心脏 你们刚刚听完课 钾离子会不会造成心力不整 会不会 不会啊 钾离子 我们心力不整一定是 各种组织运作失调下 不可能单一 你看心脏 以为心力不整 心脏出了问题 心脏要出问题 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耶 背后还有其他 比如你体脂寒 对不对 你整个还有经伤的痛点 还有各种组织运作失调 才会影响到心脏的心力不整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西医常常用单一的原因来告诉我们 单一的因素通通不能成立 所以也就是这个钾离子不会影响心脏 会影响心脏是你的筋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他也不理 那结果钾离子虽然高 心脏也没问题 所以这个让我们好好省事 其实以这样来说 包括他那时候肾衰竭还有肺积水 各种功能衰退 其实在我看法确实 西医讲的没错 要准备随时安排后事 但是他又是怎么救回来 还是按啦 一天按几次 三次喔 记得喔 重症有时候不是一次救人解决 有时候要这样 那他按我听说都是全身按喔 全身帮他妈妈按 然后还给他24小时温敷喔 然后还喝姜汤喔 完全做到位喔 这样好不容易 才把他妈妈怎么救回来 然后从洗肾到不洗肾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认定 很多洗肾的 根本都被医学怎么样 吓唬住了 他说你肾衰缩 你就完了 你就再也不相信你的身体了 你会相信你的身体吗 还是相信医师的话 一般人我跟各位讲 相信医师的话 而不相信自己的身体 这个医学已经让我们 不再相信我们自己 我们会反而会相信机器 仪器检测的 还有医师的话 我们太相信专业 但不相信我们自己 本来就有一个侦察功能 我们哪里不说 我们第一个是感觉得到 仪器有时候再精密 都不一定造得出来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那肾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案例 也是被吸恐吓说 一定要洗肾的 我们再放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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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肾脏病 因为我的眼睛被铁丝打到出血 然后我去看眼科 医生一直说我有糖尿病 但是我去验血糖 医生又说我只是偏高 还不至于吃药 那肾脏病 那个验血糖的医生怀疑我肾脏可能有问题 就帮我介绍到肾脏科 然后一验血 那个医生第一句话就说 你完了 你要洗肾了 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心情真的是跌到了谷底 一家子病情急速的恶化 然后我再听朋友的建议 我又到台中医院再检查一次 本来尿苏丹只有118 但是到台中去验 又变成168 后来经过我的妹妹 介绍我到这个原则中医 等于一次治疗 三次以后 我再去验血 不然间降到72 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振奋的人行 大家心情都很好 经过余医师的三次的治疗 情况就马上获得了改善 这可能是归功于年十点的疗法 现在我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感觉到身心都很清爽 家人也很高兴 不会像一开始得病的时候 心情那么不好 这要归功于我们刘医师 悉心的治疗 还有我们自己饮食的控制 还有适当的运动 还有充分的休息 才能够有这种结果 谢谢大家 所以我说如果去医院 第一个一定要 心要拿的定主意 要不然一辈恐吓完了 他说你完了我也真的完了 那他马上那个 你看指数就升高了 心情一大 哇整个变化就会很大 所以我们的病 其实常常是各种因素 包括情绪也可能影响到 那我认为如果一开始 不管检查出什么 大家先别慌 这些还是一个果 那果的背后一定有各种因缘 你只要从因下走 还是可以挽回的 但是很多人在那个时候 已经都放弃了听进去 那一洗肾之后 你知道洗了之后固定洗 那越洗就常常一直冰敷 你就会越怎么样 越来越严重 那肾因为你不用他 他会自费武功 就像你如果不运动 你每天躺在床上 你那个肌肉一定萎缩 只要几个月下来 你再看看你那个肌肉 马上萎缩 所以肾也是一样 你不用他 他将来一定萎缩啊 所以越洗就会越严重 我只能跟各位这样讲 那为什么我们会洗 因为我们没办法抗拒 我们害怕 所以原始点 一路做下来 就是已经可以确定 这些肾萎缩 它不会造成这些症状 理意也可以讲透 然后做也可以做得出来 也就是让大家更有信心 你可以拒绝的 你现在已经有能力拒绝它 不像以前了 以前没有方法 确实很彷徨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有方法了 还要去那就没办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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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